准备一个鲤鱼果冻膜 日本面菜粉 食品色素需要用到黄色橙色 首先用毛笔沾烧透明面菜 然后随意的涂在这些部位 现在把黄色随意的用毛笔画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就是用橙色 最后的步骤 你可以用橙色或者黄色 倒入模型直到填码为止 鲤鱼模完成了 现在把它放入冰箱一个小时 准备脱模了 用黑色上色在眼睛凹进去的部位 鲤鱼突出来的位置用毛笔扫上金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币 剔让一船 开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入房指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